探友们,大家好,我是疗程探友林元成 2021年3月21号,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生蚝 生蚝又叫牡蛎、海粒子 肉质细内,鲜味突出 它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、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甘糖原、矿物质 以及独有的生物活性物质 又是天然高能量生物,并且还含有一定的荷尔蒙 具有壮阳不慎、滋养身心、强肝解毒 提高集体免疫力、增强体力、有效提高性功能等功效 另外,它还富含一定的牛黄酸和DNA 是促进大脑发育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能起到健脑意志、提高记忆力的作用 生蚝里所含的亚迁对女性而言 又可以起到一个美白养颜的功效 所以说生蚝均是男人的家喻战,女人的美容量 生蚝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它清洗干净 放在锅里清蒸 蒸好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口味 对成一个料汁蘸着吃 因为用这种清蒸的方法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它原有的营养成品不流失 可以对人体起到一个最有效的营养功效 好了,太阳们,今天的话题我都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